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冬年假期刚刚结束 我还有点糊涂 鸟儿在头顶把森林交信 天天空气让我很舒服 天上太阳一红瀑瀑 看起来很模糊 人出山坡有几颗小石 去年冬天我没记住 青草香 追过脸 合着霧 睡着着树 抬起头 变脚尖 加快我长大的脚步 吹头烧 唱着歌 摇摇晃晃朝道路 放大开 让眼睛 老大的我还有点小孤独 人生姑娘的传说 夏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苦命的小男孩 长着光光的脑袋 瘦小的身体 这不是我小时候吗 你别打岔 真希望能去读书 而不是在这烈日下砍柴 好累呀 你 就跑完这么点馋 还敢回来 快去挖五肌红薯 快去 是是是 又偷懒 给我去猪剑喂猪 然后再去放牛 怎么可以这样 你原来也太坏了 小光头他太可怜了 如果是他肯定会逃跑的 不打工哪来钱养活自己啊 我们人类的生活 哪像你们熊一样轻松 就是因为这样 小光头内心深处 还是很向往自有的 所以 小光头脱跑了 中营 这是她的包袱 还没跑远 快给我追 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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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倒 快 你你你 摔下去了 咱们走 是 我的脚 你是谁 你不要害怕 啊 好疼啊 然后呢 不会就这么结束了吧 哪有这么简单呀 第二天 当小光驼醒来的时候 这里是 我怎么在山坡上了 我手脚上的伤都好了 我还健康地活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算了 我还是快逃吧 肚子好饿呀 对呀 身上还有半个馒头 你从那个节铺摔下来居然毫发无损 到底怎么回事 快说 我 我做了个梦 有个大姐姐忽然出现救了我 然后我就睡着了 忽然出现的大姐姐 听说有人在森林里砍柴受伤 被人参姑娘救了 难不成 如果你带我去找那位姐姐 我会拿很多很多好吃的给你啊 我 我是不会出卖救命人的 不说是吧 那就把你关在这里 等到你说为止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啊 姐姐 是你呀 哪里有东西 哪里有东西 姐姐 李源万要抓你 你快逃吧 孩子 别担心 这 姐姐 我们怎么到了这里 孩子 我们已经跑了九个山头 你自由了 真的 谢谢你 姐姐 好孩子 拿着 这 姐姐 姐姐 孩子 有了这颗红宝石 希望你能发奋图强 好好读书 做一个爱人助人的好孩子 姐姐 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 人生姑娘真的太伟大了 俺真的好感动啊 光头强 现在你应该放弃挖人神了吧 熊大熊二 谢谢你们的启发 熊大 俺俩是不是不该跟他讲传说的故事呀 看来他还是执迷不悟啊 走 咱们去看看他要干嘛 这也没用 等我找到 人生姑娘 我就可以 到时候就不用看李老板的领色了 人生姑娘 你在哪里 人生姑娘 我又要找到你 人生姑娘 你在哪里啊 人生姑娘 兄大 再不想办法的话 三连就要被光头强毁了 光头强 现在满脑子都是人生姑娘 俺能有啥办法呀 和他说传说的故事 本来是希望他能学好 可谁知道 看来只有人生姑娘 才能帮助俺们了 别傻了 咋可能真有人生姑娘啊 对了 熊二 你真是太棒了 啥 啥太棒了 干脆咱们这样啊 好累啊 挖了一天什么也没挖到 该不会被熊大熊二他们给骗了吧 人生姑娘 谁啊这么晚了 光头强 我们是人生姐妹花 人 人生姐妹花 不会被光头强看出来了吧 应该不会吧 哎 我可要等到你们了 善良的人生姑娘 我特别可怜 没有钱 你老板还不给我发工资 如果你能给我金元宝或者红宝石 我以后一定发分毒强 好好做人 没人出来 那个 俺们没有金元宝红宝石啊 什么 那你们用什么呀 随便给我点什么千年灵芝 陆中山针也好呀 可以给你一些宝物 但是要答应俺们的要求啊 神仙也讨价还价 只要你不再破坏森林 不再伐木 俺们就给你宝物 我答应 我答应 有了宝物 我还看什么数呀 那俺们就给你千年人生 宝物给你了 你可要受承诺哟 你确定这是人参不是烂树根 当然了 千年人参就长这个样子的 是吧熊儿 那个宝物也给你了 俺们先走了 等等 还有叫熊儿的人参姑娘 一定有证 我冰箱里有好吃的冻蜂蜜呦 要不要一起吃啊 好啊好啊 最爱吃蜂蜜啦 熊儿 不对 是人参姑娘呀 人参姑娘不应该吃蜂蜜的 谢谢你的好意 熊儿 你还装 快跑啊熊儿 都对了熊大 别跑 给我站住 你们竟敢骗我 我要砍光森林的所有树木 阿门没有骗你啊 传说是真的 那人参姑娘在哪里 还说没骗我 人参姑娘是假的 什么真的假的 你们就是骗子 但是传说是真的 谁啊 大门营的打什么电话 光头强 人参哪 人参 人参没有 书根要不要啊 李老板 光头强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拿这个月的工资也不用要了 喂 李老板 李老板 在这森林里 有一种我最爱的东西 香甜美味特别让我难以抗拒 苹果香蕉 苹果香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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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开心无敌 就这样丢开那种水到自然心 烦恼又愁痛痛化作动力 甜一口呀 早安 干什么呀 我的蜂蜜 永远爱你 我的蜂蜜 我们不分离 喔耶